今年秋冬比较少下雨 石门水库蓄水率跌破了七成 水利署表示将采行总量管制 除了加强从三峡和取水外 也会从苗里调度一定水量来支援新竹用水 燕旦节期间石门水库上游 积水区累计降雨量达22毫米 对石门水库蓄水量有相当的抑注 不过对照去年同期石门水库蓄水率只剩下58% 目前大约是69.52% 比去年好一些 水利署谈言因为供水量大 蓄水率的状况还是需要审慎处理